今天是个好日子 哎哎哎 不得唱歌啊 容易侵权 但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 所以咱就聊一聊喜剧人开什么车 而且还是个国际喜剧人 Hando先生 罗文塞巴斯蒂安阿特金森 他最出名的车应该就是Hando特工里的老斯莱斯幻影 这台幻影的特别之处是引擎盖下方带有红色logo的9.0升V16引擎 像其他摄影都是宝马的V12引擎 全球只有Hando先生这一台幻影是V16 其实这台车并不是老斯莱斯主动被Hando先生打造的 而是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 Hando先生找到了老斯莱斯负责人 希望能把之前研发的V16引擎塞进这台幻影里 这颗V16引擎当初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现的 并没有打算量产或出售 但是老斯莱斯很现实地答应了Hando先生的要求 只是并未公布这颗影情的具体三数 甚至连最基本的功率都被公开 不过从这也能看出来Hando先生的地位确实很高 而且他不像其他国际剧情一样热衷于顶级号车 他甚至拥有过几款平民车型 而且非常的专一 但他也有不喜欢的车 还曾经发表过言论 有生之年都不会购买这个品牌的车型 具体是谁 大家先猜一猜 结尾我会公布答案 上面咱们也说了Hando先生非常的专一 在Hando特工开拍之前 他就已经拥有了一台普通的幻影 而且行驶了将近13万公里 对于他这个级别的消费者来说 一台车能开到十多万公里确实比较少见 外媒对Hando先生的评价是这样的 罗文能负担得起最好的汽车 但他购买汽车不是为了炫耀 或者当做身份的象征 而是单纯的为了开车 所以由此可见 Hando先生应该算是顶级的汽车爱好者 而且他还曾是麦凯勒F1的拥有者 然后咱们再看看相对比较平民的车型 ODA8 当然哪怕最低配 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 但斯科达速派 本田思域混动版就没问题了吧 没错 Hando先生还曾经拥有过这辆台车 另外他还驾驶起压C的跑过赛道 登上了明星廉价车圈速排往榜首的位置 不过虽然他拥有的车型比较复杂 我还是感觉他更喜欢英国车 因为他早在2009年驾驶捷报的复古赛车 参加古德伍德复兴赛车节 还被媒体多次拍到驾驶阿斯顿马丁出行 但毫无疑问 绝大多数都是我买不起的车 那Hando先生最不感冒的是什么车呢 保时捷 我是急速车站 双击观众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 西瓜视频